您不能不知道来关心 太阳闪燕伴随日冕巨量喷发 也引发了20年来最大磁暴 有民众在墨西哥北部地区 大约是北纬22度的地方 观察到了极光 那民众也很好奇 台湾跟墨西哥纬度差不多 为什么没有看到极光呢 对此台北势力天文馆解释 因为台湾离地磁北极较远 磁纬较低 所以要看到极光的几率会比较小 但我国气象署也有侦测到 台湾出现了强烈的地磁扰动 但目前还没有传出灾情 欧若拉女神像林 不同颜色的极光大爆发 20多年来威力最强的太阳风暴 侵袭地球 在全球不少中高纬度的地方 带来壮观的极光兽 就连纬度较低的墨西哥 都出现极光 有民众好奇 台湾跟墨西哥纬度 差不多为何没看到 地球的那个经纬度 最上面那个点 它是我们的地理北极 可是其实我们地磁北极 并不在那个点上 我们台湾离地磁北极 是比较远的 有民众在墨西哥北部地区 大约北纬22度的地方 观察到极光 专家解释 这是因为距离地磁北极较近 相比台湾纬度也差不多 但因为距离地磁北极较远 因此看见极光的机会 也比较低 虽然智慧太阳闪宴 伴随日冕巨浪喷发 引发20年来最大磁暴 但对于台湾的影响不明显 不过气象数也侦测到 强烈的地磁扰动 达到了将近负500 也是显示我们台湾的地磁扰动 有受到剧烈的一个扰动 有通知了有关电力公司 对于电力系统做一些多监控 强烈磁暴发生 首当其冲的还是太空中的卫星 像是我国的浮卫5号 浮卫7号等 原本同步卫星会在地球磁层内受到保护 但是受到强烈磁暴影响 太阳风推挤 地球磁层被挤压到同步卫星轨道内 同步卫星就有可能受到高能粒子影响 有关卫星的高度以及姿态 也有请太空中心留意 那目前并没有特殊的灾情 强烈磁暴虽然为世界各地带来极光美景 但还是有可能带来灾情 有关单位仍要持续检测 记者正在零星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索